在二战期间,美国将各地拍摄的真实影像汇集起来,制作了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 该系列公开放映的有七部,而第八部《认识你的敌人,日本》,自1945年制作完成之后,便被麦克阿瑟下令禁播,一直到1977年才在小范围放映。 按照官方的说法,该片才制作完,美国变向广岛和长崎为了两颗原子弹,随着日本投降,也就不必再通过影像来鼓励军民参战了。 但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一种敷衍的说法,其中肯定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考虑。 对今天来说,该片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历史影像,同时也让我们能彻底地了解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成长史。 以及清华战争的前后始末,根本原因。 而该片的影像来源复杂,亮度对比度并不统一。 看起来一会儿黑一会儿白,所以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将原片的600多个镜头全部剪出来,再一个个单独调整。 最后,又用AI软件进行了高清彩色修复。 相比起旧版解说,本期在画面观感上有了很大提升,文案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完善。 现在,让我们先随着镜头来看看典型的日本士兵。 他们的平均体重只有53公斤,身高则在1米6左右。 但携带的弹药补给却在27公斤以上超过了体重的一半。 对比当时的西方军队,日军的装备老旧过时,训练的方法也不够专业,但他们的忍耐力却非同寻常。 几乎能像机器一样翻山越岭,汤水过河。 而更可怕的是,日军一旦上了战场便跟疯子一样往前冲,根本不怕死,甚至常常发动自杀式的进攻。 因为他们满脑子都是效忠天皇,认为死在战场上就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包括妻儿老小也不会为此伤心落泪,反而还把他们的骨灰视为一种骄傲。 或许今天看来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行为,但如果你了解日本历史的话,便会明白日本人为何对天皇会有这样一种狂热的崇拜和信仰了。 首先,按照日本的神话传说,初代天皇神武在上古时代统一了日本列岛,将其治理成了一个繁荣的王国。 他自称是天赵大神的后代,和所有普通百姓的血脉都是相互关联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日本人都是一体的,都是神的后代,他们流淌着是比其他民族更为高贵的血液。 而日本地少人多,地震频发。 极度匮乏的资源,使得他们自古以来并有着开疆阔土的欲望和野心。 当时神武天皇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叫 意思是呢,就要以日本为中心,把全世界统一到一个屋檐下。 这句话可谓奠定了日本征服世界的思想基础。 虽然神武天皇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日本的男女老少呢,都相信是真的,并据此衍生出了神道教,将这些观念呢,进一步的具体化。 同时,他们还拔高了天皇的地位,认为他就是活着的神,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 之后,随着神道教逐渐发展成日本的主流宗教,天皇至上也成为了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 不过早期的天皇并没有太多实权,整个日本岛实际上是由不同的诸侯所统治的。 为了维护势力和争夺领地呢,他们用钱雇养了一批由武士组成的私人军队。 比起普通百姓,这些武士的社会地位要更高,而且还拥有携带武器的特权。 他们甚至能随意砍掉平民的耳朵、手臂和头颅。 当然,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双方有什么深仇大恨,而只是为了娱乐或练习剑道。 久而久之,武士们为自己发明了一套特定的规则,将之称其为武士道。 这个所谓的武士道呢,宣扬了对君主要有绝对的忠诚,在战斗中要勇往直前,誓死如归。 不过,在实际的技术操作中呢,武士都是趁虚而入。 比如,全副武装地去偷袭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或者成群结队地去围攻一个落单的人。 像后来在甲午海战、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珍珠港事件中,日本无一例外都是以偷袭取胜的。 所以武士道是一门背叛和欺骗的艺术,一门赖子和流氓的艺术,也是日本人真正的生存法则。 1591年,风尘秀吉结束了诸侯歌剧的局面,并以天皇的名义统一了整个日本。 至于天皇呢,则作为一个象征傀儡,退居到了幕后。 此时走上了人生巅峰的风尘秀吉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强大的实力,可以实现祖先八红一语的梦想。 于是,他计划先占领朝鲜半岛,接着占领中国,再占领印度,从而建立一个巨大的亚洲帝国。 不过,就在这出兵侵略朝鲜的过程中呢,风尘秀吉却突然暴毙,这个宏大的计划也就随之落空了。 当然,日军还是从朝鲜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同时他们还将三万多个明朝士兵的耳朵、鼻子统统割下来, 然后用盐巴腌制在坛子里带回日本,并作为战利品埋在了京都的耳种里。 在此后的两百多年里,德川幕府在日本实行了闭关锁国,也就是拔掉网线,自己玩单机游戏, 这使日本一直停留在了农耕时代,几乎没有任何发展。 而在此期间呢,西方国家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像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等科技发明,完全改变了当时的人类生活。 到了19世纪中后期呢,西方强国已经开始了第二轮工业革命,进入了电器时代。 1853年,四艘由蒸汽机驱动的美国军舰开到了横滨港,逼着日本打开国门进行贸易通商。 而这些军舰上携带的36门巨炮能将射程内的任何一座城市移为平地。 同时,船身上的铁甲也足以抵挡日本任何火炮的攻击, 这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就如同见到了外星飞船,完全被惊呆了。 此后,日本从两百多年的自我孤立中觉醒过来, 他们意识到了只要拥有这些先进的武器就能实现祖先八红一语的梦想。 于是,张头鼠目的诸侯军阀们纷纷结束内战,开始制定政策。 整个日本从经济工业到军事等等, 都完全按照西方的先进国家来进行改革。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 在此期间,一度作为象征的天皇也走到了台前, 成为了日本实际的统治者。 当然,日本进行现代化改革并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性, 而是为了打造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从而征服全世界。 为此,他们花高薪聘请了英国、法国、德国的军事专家, 来建设日本的海陆空军。 不过,光靠原来那些武士啊,根本不足以建立一支强大的国家军队。 所以为了调动韭菜们的积极性呢,日本军阀想出了一条妙计, 那便是允许农民像贵族一样拥有携带武器的特权。 也就是,只要你愿意去当兵,却送死,就能从最低劲的死老百姓成为一个贵族。 另外,日本利用神道教来大力宣传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引起民众狂热的崇拜。 当时为了效忠天皇,日本女人努力地种地升华,成为了生产粮食和士兵的机器。 工厂里的男人则要一周工作72小时以上,很多人因为过度劳累,才活到40多岁就报废了。 尽管他们薪资微薄,背负着巨额的赋税,工作量也是世界第一多,但却毫无怨言, 因为他们都相信自己身上背负着神圣的使命。 而从他们头上飞过的是最新式的战斗机,从他们身旁驶过的是最新款的柴油火车。 不过这些现代化机械都是为了战争而准备的,并不是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生产。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进入了工业时代,国力是越发强盛。 后来从1894年到1905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占领了南满洲, 并向清朝索要了高达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 一夜暴富的日本自此迅速崛起,成为了世界强国, 这为后来的侵华战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这段历史在日本人心中一直被视为他们的奋斗史。 到了1927年,日本内阁向天皇提交了一份征服世界的操作说明书,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这份奏折把征服世界分为了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是征服矿产丰富的满洲地区,并以此为跳板征服中国。 接着,借着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资源打造一个后方战争基地, 然后占领橡胶和石油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 继而就可以称霸亚洲,最后再集中所有力量干掉美国。 那时西方列强自然就望风而降, 祖先巴红一语的梦想即可实现。 当然,要打造这样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还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为了筹集资金,许多日本企业凭借着廉价的劳动力将产品以极低的价格倾销到国外。 像一把牙刷,美国产的要卖40美分,日本产的则只卖10美分。 与此同时,日本无视专利保护生产了大量的山寨产品。 像神户生产的火柴贴的是瑞典制造, 大阪产的威士忌则贴上了英国商标。 另外,他们还把丝绸倾销到了丝绸之都意大利, 把布料倾销到了纺织之乡英国, 他们甚至把美国国旗倾销到了美国。 通过把廉价的山寨产品出口到外国, 日本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但他们并没有拿这些钱去购买外国的汽车冰箱, 也没有拿来为国人建造更好的住宅改善生活条件, 而是大量的进口石油、废铁、橡胶、铝财等战争资源, 以打造一个威力强大的战争机器。 而日本最好的产品呢,就是军人。 每个孩子从小必要接受军国主义的教育, 学的都是怎么开枪放炮、冲锋陷阵。 而更可怕的是,在军国主义长期洗脑之下, 他们相信自己就是神的后代, 流淌着的是比其他民族更高贵的血液。 生而为人的唯一使命就是为天皇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为日本八红一语征服世界的伟大梦想, 添砖加瓦。 1931年,日本经过多年的准备和谋划后, 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关于这一段惨痛的历史,我之前曾解收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我的头像主页, 查找观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到了二战末期,节节败退的日军仍拒不投降, 喊着要一意欲碎。 意思就是呢,全国人宁可战死, 也要和美国同归于尽。 于是美国就朝着广岛和长崎为了两颗原子弹,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 迈克阿瑟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之一就是神道教。 正是因为神道教2000多年来的存在, 才使得天皇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 所以迈克阿瑟下令拆除了日本所有有关于神道教的建筑物、 纪念碑,并取消了相关节日。 同时,他还让育人天皇发布了人间宣言, 以告诉全国民众, 所谓的天皇只是一个人, 一样会吃喝拉撒, 而并不是什么神。 次年二月, 玉人天皇一改往日高高在上的神秘姿态, 开始到各地周游。 此时人们才发现, 这个轻瘦矮小, 气质猥琐的男子, 和那个想象当中超凡入胜的君王啊, 根本不沾边, 甚至有人形容他长得就像个镇长。 所以啊, 原子弹只是消灭了日军的肉体, 但迈克阿瑟却是从精神思想上来瓦解日本的军国主义。 而今, 日本的军国主义仍是阴魂不散, 有一股死灰复燃之势, 所以我们要不忘历史, 牢记国耻, 并且也要做到知己知彼, 因为如果还有那一天, 我们才会百战百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